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了Intel 12代移动CPUi5-1235U的高性能迷离小主机 Blink-0K SEI12 SEI12是Blink-0K刚刚推出的新一代迷离小主机 这个型号装置了10核12线程的i5-1235U移动CPU 双通道DDR4内存3200MHz 500G的PCIe 4.0 NVMe SSD 双屏4K60Hz显示输出 WiFi61加千兆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26×113×442 只有不到0.6升的超小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电源线 短HDMI线缆 长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电源了 一共120W功率 电源品牌是行家 对迷离主机来说 这也算是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了 我记得去年Midsforum HX90配置的就是120W电源 当时被称之为板砖电源 而Blink林克自己的GT25-5900HX 当时配置的是90W电源 那么今天在1235U上配置了120W电源 说明整机峰值功率肯定超过了90W 难道是性能释放有亮点吗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真小啊 可以拖在我的手掌 表面这是什么布吗 其实是防水抓容 好像是衣物面料 摸上去挺温暖的 感觉很舒服的样子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3.0接口两个 Type-C接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千兆网络接口 双USB2.0接口 双HDMI接口 19V电源接口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取下这四颗螺丝 提拉这个拉手就打开了 这还挺人性化的 这里面好精致啊 首先是一个2.5寸的SATA的接口 可以装SSD硬盘 然后这是一个散热小风扇 大家看一下 怎么取下来呢 看看分解图 这个风扇背盖是可以取下来的 那我们来取吧 首先把中间这颗螺丝取下来 再把SATA接口这两颗螺丝也取下来 最后要取左下方和右上方这两颗螺丝都取下来了 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哪些接口 两根英锐达8G的内存条 DDR4 3200MHz 这边我们转过来 看得更清晰 M.2 PCIe 4.0的NVM1 按配置是一块512G的SSD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i5-1235U迷离小主机了 今天我们先来玩游戏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T低画质 也让开吧 一般场景三四针珠头 复杂章情就只有不到三四针了 最近我又捡起了地平线4 1080P低画质 基本接近40帧 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 真的是随便玩 原神 1080P低画质 跑起来大概40帧出头 这就是81U Intel Iris Xe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能玩 但体验不够好 当然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Spy图形得分1181 Geek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3253 Volkan得分13771 在与其他超高性能CPU的核显对比中 1235U的核显性能还是要差不少的 Fil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 3948分 接着我们看看Iris Xe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CPU平均占用5% GPU平均占用65% CPU平均占用5%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5% GPU平均占用60% i5-1235U CPU 是TTP功耗最低的 Intel移动CPU尾号U系列的一员 我们想要测试CPU的生产力表现 继续使用ArkTime添加字幕 并转码输出MP4视频文件 这是我们制作的畅网5825U的 原始不带字幕的视频 我们用SEI 12的I5-1235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这里100%的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21分14秒 共计1274秒 对比一下其他顶级AMD和Intel CPU基本在800秒左右 1235U这个TTP15W的I5距离它们还有一段距离 接着我们会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 4585.5 单线程653 我们找了其他两台同属终端CPU的5560U 和5600H的B-Link自己的小主机来比较 这是5560U 多线程3578 单线程558.6 这是5600H 多线程3947.6 单线程585.8 而I51235U在同级别的CPU对比中遥遥领先 GKBench5多核7498 单核1592 5560U的多核5700 单核1316 5600H的多核6399 单核1442 依然不如I51235U CeliBench223 多核7718 单核1637 5560U多核7624 单核1293 5600H多核8423 单核1382 I51235U的多核层级被5600H超越了 PassMark多线程16982 单线程3627 5560U的多核层1526 单线程2953 5600H多核层17573 单线程3090 又被5600H的多核层成成绩稍稍超过 最后看娱乐大师总分 941805 CPU得分412274 从上面生产能测试和CPU跑分测试来看 I51235U已经全面超过我们以前测试过的 AMD Reason5 55560U 这是和1235U同级别的TDP功耗都是15W的移动CPU 而和TDP功耗45W的AMD标压 Reason5 5600H 它也能打得有来有回 更不要说简直是脸压自己的上一代产品 I5113577了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惯性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 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与总分99.9%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45W 温度也冲上了80度 整机功耗73W左右 但只维持了20秒 就下滑到CPU功耗25W 整机功耗只有接近53W CPU频率由一开始的3.3GHz 掉到并稳定在2.4GHz CPU温度稳定在77摄氏度 25W也是超过了45W的TDP不少 能维持也是非常不错的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ASSD Benchmark 读2841招并每秒 写2399招并每秒 总分5767 Crystal Disk Mark 读3633招并每秒 写2909招并每秒 这种成绩放在PCIe 3.0 NVMe 那就是顶尖的 在PCIe 3.0 NVMe SSD的成绩里面 就是入门的那种 想跑7000多兆 只有一条路自己换盘吧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Intel的WiFi6网卡 跑到了880兆BPS 算是我们无线网络环境中 最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Blink SEI12装置了12代 Curray i5 CPU 1235U 它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的待机功耗14-15.6瓦 CPU-Z最高功耗97.38瓦 DeckBench 5最高功耗101.4瓦 SeliBench R23最高功耗101.3瓦 PassMark最高功耗89.43瓦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84.75瓦 看看这些数据 90瓦的电源撑不住了 所以换成了120瓦 时温25摄氏度的时候 待机温度41摄氏度 SSD待机温度45摄氏度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1235U运行 OpenWRT测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ES733375 XX20 393933 CoreMark 261025 在CoreMark成绩上 1235U超过了5560U的21万 也超过了5600H的24万 更是把113577的16万甩得很远 已经接近了我们测试过的标压 865瓦的i7-9700CPU的27万 这真是一颗性能不熟的小钢炮啊 Blink 0x SEI12 它装置了Intel i5 1235U 是Blink在Intel 12代CPU这边的首秀 也是我测试的第二台12代CPU的小主机 SEI12是一款中端米粒小主机 1235U的性能也真是不熟 皆是给力的电源 也有支持了PCIe 4.0的NVMe接口 强大散热系统支撑下的安静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还有全球整个米粒小主机市场里 顶尖的设计和制造 在它这个定位终端的细分市场上 通过不断迭代推出的这款新品 我认识到它已经不属于Luck和华硕了 在外形和使用体验上 有了新的超越 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要说缺点也是我们常说过的 千兆网口太老了 我自己用2.5G网口备份数据 看到280兆的拷贝速度 再看到113兆的拷贝速度 心情那是截然不同的 总之 这么一台优雅精美 性能不俗的小机器 谁都会愿意放在自己的电脑桌上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